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社長 感謝發行人 感謝Stan 就是我剛剛非常的訝異 竟然Stan哥竟然從頭聽到尾 還在現場支持著大家 那我想今天非常感動 剛才聽了威廉這麼精采的這個speech跟QA 我相信剛剛的QA好像還比這個演講本身還更有含金量 所以等一下也相信有這個就我們也來回答一些問題 那我想洪家騰在今天大概有15分鐘的分享 我會把它圍繞在幾個主軸 第一個是我們要來呼應上午場跟下午場的幾個議題 今天我們在上午聽到了經濟 聽到了全球在後疫情時代的改變 我們聽到了5G的應用 5G的這個小基站 我們有什麼樣的商機 我們在這個大的頻寬 廣連結 DN池底下5G可以有什麼應用 到了下午我們又聽到了MIH要做車界 EV界的Android 那下一個階段我們今天有兩個身份很有趣 我剛剛也在細數 因為早上資誠的所長有提到 哇這個接在很多的前輩後面去發表speech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它的優勢呢是他講中文 而且講的是台灣的故事 那我的優勢呢就是我是目前為止所有講者第一個 Ombranding自由品牌 並且我們就是車廠 所以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把它融入在我們的簡報裡面 那事實上洪家騰在過去1998年成立以來 我們有20多年的奮鬥的歷史 那我可以很快速的帶大家看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的車主有14000名 在短短的15個月之內 已經跑了地球到這個月球的170趟的距離 這是6538萬公里 而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車輛如果全部都是電動車 將可以等同於20.6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吸碳量 我們都知道台北人喜歡到大安森林公園 那邊會讓我們感覺到比較安靜 比較安全 比較環保 那麼電動車的時代帶來最大的議題 就是碳排放的減量 但是那卻不是我們今天在談的 因為今天是經濟論壇 不是環保論壇 講到經濟論壇 剛才我也有跟我們遠通電收的張永昌前輩提到 在台灣創新不難 在台灣創新有賺錢很難 以這樣的議題作為一個影子的時候 他就很有趣了 因為沒有昨天就不會有明天 洪家騰不是一個新創公司 洪家騰不是一個新的車廠 我們在過往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因為是過去的事情 我就故意把字放小一點 但是我們在1998年成立之後 在十年之內 我們已經是全球最大的U10 ATV的Maker 北美目前第一名的北極星 第二名的Yamaha 都是我們的客戶 各位在北美看到聖誕節 爸媽送小朋友的沙灘車 各位沒有聽錯 在美國聖誕節送小朋友的禮物是沙灘車 所以為什麼極限運動在美國特別熱門 因為八歲九歲十歲 就有在做這種off-door的很好的運動 那我們的小朋友呢 大概同年季 當美國的小朋友 在海邊玩沙灘車的時候 我們的小朋友 在河家仁跟吉德堡補安清班 所以會造就不同的culture 不同的社會型態 不同的人才的發展 沒有對跟錯 因為他們會在不同的地方奉獻 不同的背景的新的 outcome 而洪家騰在過往 從沙灘車到歐洲的車輛 我相信在座應該有人看過 我們曾經請過周杰倫拍的影片 當時的這個影片前兩句話是 在這地表上滑翔的姿態 只有在歐洲看得見 他說的是全球第二台前面兩個輪子的重機 OK 那就是洪家騰過去給人的印象 我記得我在2015年9月 認識洪家騰的老闆 11月onbow 那一開始洪家騰其實是我的客戶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為什麼找周杰倫 這故事非常簡單 因為周杰倫覺得洪家騰很酷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叫做洪家騰 我是一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今天早上這個 黃博士一直提到好奇心很重要嗎 我有點太好奇了 第二題讓我很印象深刻 洪家騰名字怎麼來的 算命算的 所以我幫各位回答了 當你要先成為這家公司的執行長 才能發的第一個問題 那我先解答給大家對算命的 但是在前往高鐵的路上 我第一次到洪家騰的回程 去城的時候我問了一個很蠢的問題 洪家騰在台南市山上區 南州里南州41號總部 我第一個問題問司機 請問是哪座山 我被笑了 山上區是在平地 我可以幫大家補習一下 回程我跟問獎聊天 問獎說你怎麼會 這個來洪家騰你是廠商還是客戶 我說我可能要來上班 那時候還不是很確定 那他就說你們公司名字取得很好 我說哪裡好 我都覺得這個不知道 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司機問講說 就好啊 洪家騰用台語來講 讓人家聽 台灣人最大的成就 在於我們的靈活 我們的創新 我們說故事的能力 我們接地氣的服務體驗的規劃 以及我們有溫度的人性 以上就是接下來 洪家騰創造的故事 我們在過往設計的73萬 輛車輛生產的一個經歷 從沙灘車到速克達到 打擋車到全球驕傲的 三輪重機四輪重機 以至於現在在中間的電動機車 而我們在2019年 發表的第一台電動機車 是在2018年正式 跟Gogoro開始合作的 我們也發展了台灣人 最驕傲的地方 因為有溫度 所以願意open mind 一起合作 組建聯盟關係 所以在此我先預祝MIH成功 因為洪家騰跟Gogoro已經先證明了 聯盟行銷 聯盟平台的發展是可行的 而且是可被接受的 那麼在過往的這麼多年裡面 我特別列舉了過去的十年 洪家騰的營收在外銷 一直持續的穩步前進 但是我們的內銷 我們的燃油車卻是每年在下降 我曾經跟國內的機車三大廠 其中一廠的老闆說 台灣其實油車市場好像也沒有大到 可以讓八個車廠都賣很多車 台灣市場很大 但是不夠大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市場的情況下 一定會形成僵局 所以我們的油車在2013年 到達巔峰之後 每年一直下降 我相信今天我想要呼應 這個經濟的主題 就是顯然的經濟不太好 因為業績一直掉 那該怎麼辦 所以如果要衝破僵局 大概也只能另創新局 我們在2016年主動找上了Gogoro 與Gogoro開始洽談 要怎麼將台灣的機車市場衝破僵局 所以左邊這位是我老闆Alan忠 右邊這位是Gogoro老闆Horace Luke 那對我們來說 這個新局來自全新的能源網路 Gogoro在過去幾年發展出了 這個如同萬里長城般的能源網路 在今年已經有2000站在運作了 它的站數已經快要比中油的Gogoro站 2400做還要多 對我們來說這是台灣的珍寶 因為過往幾十年來上百年來 至少它是第一個做到的 那麼有另外一句對商業的描述是這樣 如果什麼都要自己做 那就很難獲利 在手機界我們很早就已經看到 很多的品牌會認為CPU不自己做 就沒有掌握到獨有性 沒有掌握到科技的發展性 但是事實證明了 三星賣最好的手機用的是高通的CPU 它自己開發的封秒晶片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小米曾經開發松果晶片 目前依然認真地使用 我們的護國神山之一聯發科的產品 我們看到相當多的聯盟 相當多的平台化是在手機業發生 所以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十年來 台灣令人驕傲的是我們自稱機車王國 對某些國家而言機車王國是在讚美 對某些國家而言說我們是機車王國 其實是有一點點帶有貶義的 認為我們的交通混亂 認為我們的排污嚴重 認為我們的人民在交通法制上的秩序 是不夠典型 不夠像是已開發國家的一個樣貌 那麼這是著名的台北橋機車瀑布的場景 最可怕的不是車子多 最可怕的是你停在這裡面等紅燈的 那四十秒到七十秒 你會感受到有史以來最高的溫度 震動 噪音 我指的是在這麼密集的情況下 我們並沒有要污名化燃油車 因為宏加藤也有生產燃油車 燃油車也越來越環保 越來越經濟 但是全球的趨勢如果是科技化 創新化 電動化 我們不缺席 從經濟的觀點 台灣是世界第一機車密度 有1400萬輛 平均每一台車 這個是很驚人的數字 我記得我們2018年在Las Vegas 發表我們第一代車聯網 我們看到了這個數字 我們是全球第一的密度 附帶一題我想請問一下 在座有沒有人知道 台灣有兩個世界第一 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攻破的 第一是機車密度 第二個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第二題答對了送一台洪加藤電動機車 便利商店密度嗎 不好意思答錯了 第二名全球冠軍是 台灣有42.7%的人 近視 大家看一看你有沒有戴眼鏡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身為機車王國帶來的創新是最巨大 且最可以影響人民也可以用最小的行銷預算說故事 並且可以輸出到全球 我們帶來了全新的全電動高科技 也一樣是台北橋的瀑布 在跟Gogoro合作之後 本來是Gogoro先創下的 在去年 我們也已經有超過一萬名車主 所以我們光是300位車主 就讓全台北橋在停車的時候 一點聲音都沒有 一點味道都沒有 一點震動都沒有 而且上面每一台車標配次世代車聯網 會導航會顯示道路速線 會告訴你你現在有沒有被測速照相機拍照的風險 也可以提供通知 包括前方可能有人闖紅燈 這是我們去年11月在中山大學 向交通部長林佳龍先生簡報的 我們已經展出全台第一輛 可與交通部連線機車的這個系統 未來我們有一個議題 當大家在討論自動駕駛汽車的時候 請問摩托車有可能自動駕駛嗎 答案是不需要 因為如果你買得起這麼高科技的摩托車 你就不會買摩托車了嗎 摩托車就是因為要省錢或省時間的產物 可是當全球電動車邁向自動駕駛化的時候 這些機車能跟你溝通嗎 這台灣1400萬輛機車 能跟自動駕駛車互動嗎 能趨吉避凶嗎 所以宏嘉騰加入鴻海MIH的唯一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用最低的成本 那1400萬輛機車都有安全車聯網 並且可以跟未來的自動駕駛車連動 各位如果你有在加州開過Tesla 你知道你是可以開到加拿大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話 但你要知道同一台車到了台灣 你進到市區根本不敢打開自動駕駛 因為不好意思 賓士有一套安全輔助系統叫23P 你只要有開賓士的車 你在台灣的巷道試試看回轉 他只要偵測到有一個阿嬤騎著一台摩托車靠近你 他就自動幫你剎車安全帶幫你勒緊 你沒有被撞死先被嚇死 所以不同的這個Localize的狀態 必須要有不同的軟體定義車輛來做服務 這是我們現在的感受 而目前為止我們也認定新能源跟新科技 會帶來全新的體驗經濟 我們在討論的不是移動工具 我們在討論的是移動體驗 騎摩托車三種情境 求職 求財 求偶 我們大概分析過了 這三種體驗的背後是有龐大的數位經濟 Fintech還有我們在強調的 A點到B點是兩個地點的相依為命 那我們想要產生一個叫全新的C點 叫好奇點 如果我們可以依照你目前的交通的處境 你想要去的地方有沒有塞車 你目前的時間 你最近的預算 你最近的開銷 幫你算出一條 你今天應該去哪一間餐廳吃飯 看哪一場電影 你有可能身為一個邊緣人 使用邊緣預算 到哪裡可以認識你的另一半 這不開玩笑的 各位在大學的時候有沒有抽過鑰匙 會被抽過鑰匙 這裡面是人工的智慧 是被暗算的 未來抽鑰匙是人工智慧的時代 我們在2016年開始開發的車聯網 命名叫Crossera 其實它是兩個單字的整合 叫Crossera 跨時代 我們希望能夠將機車王國 變成安全又智慧的機車王國 我們帶來的不只是全球第一個 整合型的智慧儀表 可以導航提供速限的警告 測速通知 而我告訴各位 剛才威廉提到的 2.0的軟體會吃掉 1.0的軟體 那麼我來告訴各位 今年宏佳騰要發表的系統 會吃掉去年發表的系統 我們也正式的宣布 今年會成立Crossera 智慧安全車聯網的機車聯盟 我們今天列出了7個合作夥伴 這7個合作夥伴有兩個共通點 第一 大家都聽過 友達光店 還有全球最大的商用地圖 高精地圖公司 包括我們台灣支撤會 包括日本JDI集團 載台子公司KoE 晶結達光電 包括知名的電競平台 微星科技 包括NXP 恩智譜 全球車載的CPU的相當強大的 supplier 還有包括我們台灣大哥大 5G超音用的團隊 這7個的共通點是well know 第二個共通點 在去年以前 他們都跟機車沒有關係 所以當我們帶來全新的經濟 並打造最酷的電動車之後 我們在去年 用一年的時間 達到了1萬台以上的銷量 目前是第二個 名次的電動車市占率 我們會一直精進是因為 在僵局裡面 要從第七名走到第四名 第三名很難 在新局裡面 走進第二名 只花了一年 所以我們在16年啟動 跟Gogoro的合作 17年才成案 18年宣布 19年發表 20年破萬 今年要再超越一次自己 我們就是跟台灣 已經非常好的換電系統來合作 所以未來我們在今年中 會推出我們的AI2 三輪電動機車 我們會帶給物流界 美食外送界 包括外銷到韓國 歐洲一些新的市場 因為後疫情時代 外送跟物流的行為 大幅暴增三倍 我們也會與Gogoro Network 持續的合作 借力使力 不要什麼都自己開發 最終這個故事 帶給我們一個 在經濟上的成果 就是我們下方的內銷 在過去兩年 從4000 衝到6000 衝到12000 如果按照一個 比較經濟的說法 叫Double Digital Growth 對我們來說 外銷成長 電車內銷成長 油車進行差異化 在去年創造了宏家騰22年來 最高營收紀錄 一方面我們受益於沙灘車 在北美的下半年 增溫第二電車穩定的成長 所以在全新的這個境遇裡面 我們要做到轉移 不敢說是典範 但是卻是最好的機會 最辛苦的時代 也是最美好的時代 我們在全地球最安全的國家 打造即將要帶給全球機車市場 變化跟突圍的全新工具 並且可以跟未來 所有自動駕駛的汽車來聯動 讓油車差異化 讓電車再進化 經濟不會退化 我們帶來未來的移動性 希望能夠透過自主開發車輛 車聯網的創新 我也跟社長報告 宏家騰現在在台南創新 在台北新創 南北台灣現在正在聯動 並且加入聯盟 產生聯盟 創立聯盟 我們把所有的力量串起來 證明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而且去年應該全球沒有人 會再把台灣跟 Thailand拼錯了 謝謝各位 謝謝威廉 威廉請留步 請問您剛講的Coltra 這套系統 怎麼樣讓台灣的各品牌的機車商 能採用它 你們的步驟是什麼 我們請對著所有的貴賓來講 其實這一題我覺得也是呼應 剛才威廉 其實對我們來說 軟體定義車輛 在汽車界是很盛行的 但是因為機車的bone cost太低 我們每一台機車出廠的成本 是非常低的 一定要低到一個程度 才有可能讓我們的客戶 七八萬就可以在店頭買到一台車 這當中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軟體定義車輛 帶來了一個最大的突破僵局 就是當軟體平台已經ready的時候 宏佳騰目前的Coltra系統 是由雲端跟邊緣運算 跟協作裝置三個層面在運作 邊緣運算裝置就是各位的手機 我們用了有史以來 最有台灣人style的做法 我們將所有的車主手上的手機 變成那台車的中央運算處理器 如此一來 你就不需要額外再買一顆很貴的產品 裝在你的車裡 又怕刮風下雨震動弄壞了 第二雲端運算的技術 我們跟Google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帶來持續演進的 我們在雲端的技術是即時更新 我們的邊緣運算 透過手機的APP更新 車端我們透過OTA 來進行有限度的協作裝置更新 所以我們的模組化設計 可以讓所有有興趣的車廠 只要把我們模組化的系統 做成他喜歡的儀表外型 做成他喜歡的儀表介面 那些導航 地圖 速限 測速 警告 通知 全都已經是ready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已經默默地 先試圖做出機車界的Android 有些在資本市場 我們營收二三十億的公司 做機車的創新 是門當戶對的 但是跟老大哥來合作 我們就會有一個想法 未來當所有的機車都聯網 彼此又可以溝通的時候 可以降低多少事故率 我做出最後一個檢視 因為我們也是加入車聯網協會 跟製車會合作 台灣目前的A1事故率 並不是撞死的居多 是摔死的居多 而摔死的事故率裡面 我們去檢查 發現大多數叫做自摔 跟間接因素造成自摔 他不是自己莫名其妙 騎一騎就摔倒的 也不見得都是因為下雨天 濕滑才摔倒 他是被嚇到的 例如騎到距離18公尺 才看到側速照相機 他決定要把心一橫煞車拉到底 所以他就出去了 那如果500公尺之前 依照你的過往的駕駛行為 在你進入測速照相機範圍內 又已經超速的情況下 我們給你合適的提醒 那麼就可以提前做準備 預防駕駛 防禦駕駛 那像這樣的概念 它是可以降低事故率的 那我們也跟製車會的RSU合作 包括現在我們也在 淡海新市正在看 跟華電聯網 甚至跟納智捷的這個 的這個共同的示範場域 我們如何讓前方的車輛 你已經知道對象或混合車流 是有超速的闖紅燈的 甚至我講一個比較浮誇的 有一個小女孩的球 掉到路中間 她正準備要過去撿 通常你什麼時候會發現 靠近的時候 通常什麼時候會撞到 靠近之後才發現的時候 所以我們相信ITS跟ICT 會改變世界 而這些我們已經Ready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變成 Open Platform授權出去就行 它並不難 軟體不用從頭開始寫 但是觀念要重新開始接受 所以我相信 洪家庭跟洪海現在共通點就是 我們必須要讓更多的車廠可以理解 這件事情不要再重複投資 不要再重工 不要再從頭開始 想像困難 在兩邊 我可以考不掉 它成為全球的 百年 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